这会儿给你坐 嗯 你整个这个 整个给你坐 好 你再帮我拿一个吧 你再帮我拿一个吧 吃饱了吗 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抢钱吗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吃完饭 那你就先回房间休息吧 中午饭也可以在这里吃 总好挂在1226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 我是全忘了 听你的口音应该是 黑龙江牡丹江一代的 你手臂上没有针眼 抢钱应该不是为了吸毒 左脸上的郁青 再加上手臂上留下的明显紫色的泪痕 应该是之前被殴打或者囚禁过 而导致你失忆的原因 吃你的额头一清楚 曾经受过鹦鹉强烈的打击 不是本地人 再加上不合天气的衣服 第一种情况 你是被人又骗到绿腾时 被囚禁过一段时间之后 逃了出来 第二种 是你之前 是因为什么事情受过刺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我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只知道我家在母炭僵尸 是 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上这儿来的 就好像被人用橡皮擦掉了一样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总不能叫你抢劫范小姐吧 从我醒过来之后 带在我身上的 就只有这个 就算了 人有时候 总会因为一些 特殊情况 而导致迷失了方向 选错了道路 但是没关系 敏南这个人 还活生生地存在着 那我们现在 需要做什么呢 既然以前有那么多的不开心和不顺利 我们何不 往前看看呢 这样 是不是就顺多了呢 可是 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去哪儿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我还能去哪儿 但是 arguably primarily 那么 也能去哪儿 跟哪儿 去哪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扬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这 不是 那个唐优 你的权 你接着说 另一个是 绿藤市公安局局长邢志森 被发现的时候因流血过端而昏迷不醒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邢志森和胡英博没有什么生活的交际 胡英博体内的子弹 是由邢志森手上的六四式手枪激发而出的 而胡英博手中握着的是一把不锈钢勺子 在邢志森的体内也发现了六四式手枪的弹头 但据技术科鉴定 邢志森体内的子弹 也是由他自己手中六四式手枪激发而出的 并且在现场 没有发现除了邢志森和胡英博之外 第三者的痕迹 也就是说 邢志森 因保护人质安全而开枪击毙胡英博这个观点 就现在的证据来说 无法成立 综上所述 现在怀疑邢志森滥用武器追他人死亡 被发现时候 畏罪自杀 畏罪自杀 怎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老刑了呢 干吗 这是案情分析会 不让说话 我怎么不让说话了 他新来的不了解 你们也不了解老刑吗 再说了 怎么对战友一点信任都没有 只有你是老刑的战友 他 他 他们就不是老刑的战友了 还知道是战友是吧 那怎么连一点点人情都不讲 这时候是讲情感的时候吗 人情能破案吗 人情能代替证据吗 证据是什么 是冰冷无情的 女性在这儿拍桌子发脾气 不如去找找新的证据 来推翻现有的证据 用不着你说我也会去找 我就看不惯 有些人这么冷酷无情 大家都回避一下 坐下 我让你坐下 我让你坐下 你看清了吗 说实话 是 没看见清了 我没问你这个 我问你 看清楚老刑的心了吗 一个公安局长 老刑珍 晚上十点半钟 驱车二十多公里到市郊一个小旅馆 他 面对一个只拿了一把汤勺的陌生男人 利用枪击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 你信吗 这个局做的是费尽心机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老刑 把老刑逼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务之急 当务之急 我们真查的方向 就是要尽快地找到刑纳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 绑架刑纳的和陷害老刑的 是一会儿的 他们胆子真大 似乎忌惮地陷害一个公安局长 这背后的势力 背景 够深的 你要是一个不深 就能让人吃着连这儿都不深 这个案子 你还敢查吗 这儿 骗局 回头老刑醒了告他 他还抢我七十块钱 让他抓你还我 早到晚了 都爽 真是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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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干活 干 干嘛去 十三号院 你现在去啊 要得赶紧打个电话 这死者叫胡英博 三十九岁 家就住在长宁北街 老龙巷的十三号院 家里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 怎么回事 这姑娘 对不住 对不住 没事 没事 弟弟两年前出去打工了 这一年前回 回到家 整个家庭啊 主要是以吃地板为主 这反正从这上面显示 我觉得这事很奇怪 你那钱这么慢吞吞的 输急哦 你输了就急哦 你那么多钱 就是 就你们三十年 有钱都输一点 这个人的房间少许这么好 还不错啊 你那那么多钱还不多呢 快点打 走 走 别急了 阿姨 打您个事 都被打了 十三号院怎么走 来 看看 快点 不走 不痛 阿姨 十三号院怎么走 您知道吗 没有 阿姨 阿姨 你喊什么喊 我耳朵又没聋 就吵得掉了 我没说你是聋的了 行行行 说啊 我丢这个了 说啊 快点 阿姨 问你一下 那个十三号院怎么走 我不清楚 谢谢 兄弟 我问一下那个 十三号院怎么走 你知道吗 十三号院 什么路子 不过你找谁 找那个胡 胡 胡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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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英博在这里 认识 找这些人了 太好了 十三号院要走到 第二个牌子后面那个 金带了 我 站在 小中 好 躲在那 小心 谁 是 不是 报告 不是 对 大前给我解释 有人警察 我现在正在执行 老大 我打死我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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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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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哎 老板 去 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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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没有还你啊 我再要车 我们打死警察 不是 大姐 你听我说我抓着你 我抓着你 我抓着你 你打死一个还要再打死一个 我拉你 我承认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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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大姐 还有纸巾吗 你干吗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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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什么 你找我干 干啥吗 疼 放手 不让我报警了 别费劲了 我就是 端家 端家 文博是你哥是吗 清哥 跟我死了一样 你也不用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朝这也够说事的 你哥给你留多少钱 够货 一周钱啊 生着电话 照顾好他妈 他又没有说是谁给的钱 我们从来也不误了 他从来也不说 用啥的 有钱就行了 那你哥给你留了多少钱 五万 五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你抄的这个 不知道是你哥的胳膊 还是你哥的大腿 好 兄弟 好好的吧 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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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人过 什么意思 你 你不 你不能看我现在这样 我 有发烂吗 没有 没事 你不是都发烂了吗 你 你 你怎么不说我又跑了呢 你个疯的 我还怂 伟哥 不是我磨叽你啊 这事你说来说 听听听听啊 这事之后 再没有人进过这房间吧 当时老刑的位置应该就在这儿 就这块儿 那个男子应该在这个瓷砖边上 如果行大在场的话 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儿 不是 那这也太干净了 服务员 这是案发当日那块地毯吗 洗过没洗过 不是 不是 问你洗没洗过这块地毯 没洗过 走 你 行 umble 对 dismiss 你好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你们谁啊 我们警察 是这样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当天的录像 看吧 这怎么会这样 哪天晚上系总在调试 什么都没路上 这也太巧了吧 我说大哥呀 这一块电路板上 有三万个二极管 哪个坏了都得重新修 那天晚上系统抽了风 我总不能为了一个二极管 去打120吧 你好好说话 这儿都用了 真是太奇怪了 是啊 以后老星出这么大事 房目凉线什么呀 我没说这事 你有没有觉得 成文宾馆里面所有服务员 所有的保安 都不太正常吗 是啊 你看咱一去啊 该玩就玩 该吃吃该喝喝 还有那监控 一年都去不上一回 非改查案发当天 都太巧了 你是我普普通通的一个宾馆 出那么大事 所有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好像提前有人 跟他们打个招呼一样 告诉他们 今天晚上我们要办警察日照 都心里有个准备 别回来警察来了 不知道说什么 雷哥 雷哥 那照咱现在这么分析 那整个宾馆那都 对了 你查这宾馆 你真是产业 然后我回技术科 我跟他们说一下 那个房间已经处理过了 看看楼道里会有什么线索 这次事不小啊 雷哥 那我先去查查 他是哪家产业 然后一会儿 一会儿我给唐涛打个电话 你就别跑了 军情太紧急了 这事不我待啊 我走了啊 这几天 你就先住在这里吧 宽慕 周大婶 周大婶 你这些天去哪儿了 这是 他是 妈妈哥哥 雅凡 你摔哪儿了呀 膝盖 那个 雅凡 这孩子就这样 怕健身人 好 我不当会买衣服 赵大姐 这些是给雅凡的 你帮我给她吧 好 她是闽南 是我朋友 可能 在咱们这里先出几天 好好好 敏南 你待会儿就住在那栋楼里 我给你腾个房间出来 好 好 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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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敏南 你给不了敏南 没事吧 没事吧 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你再看看 让你害怕的东西 还在吗 你带回来的那个女孩 得了一种心理上的疾病 创伤后应激障碍 周老师 从来没有听说过您 还有这方面的研究 十年了 瞎闹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孩子的病能不能治好 这种病真的那么危险了 得了这种病的人 往往是经历或者目睹过巨大的心理刺激 你的大脑就像一架照相机 把这点痛苦永久地照在了你的脑海里 当你再次遇到相关或者相似的事情的时候 恶魔就会从你脑海中出现 恶魔一旦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诞生 就很难再把它去除了 潜意识会逐渐控制你的思想和行为 到最后 甚至会让你的人生多出深渊 对 周老师 也就是说 如果不能彻底治愈这种心理疾病的话 才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是吗 凡是患了创伤后应及障碍的人 要么自杀 要么杀人 这就是小赵的儿子 在他八岁的时候也患上了这种病 趁他妈妈不注意自杀了 那为什么会杀人呢 世上所有的果必有相应的因 恶魔的诞生 是因为他自己目睹过地狱 如果有一种方法 能够让你回到我去 并且杀掉那个恶魔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不行不行 帮墨 怎么了 没事 前几日 救我市检察院发起公安局协办 救我市某警察 涉嫌过度使用枪支的情况 召开了会议 会议上重提五条禁令 涉案警察是 我是公安局局长刑志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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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激动 先把刀放进来 怕了吧 慌了吧 开枪啊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先把人质放进去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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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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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账 有账 就是 之前我也调查过了 湾城宾馆的法人就是梁思海 五十岁 这老头两周之前刚去太平 所以没有 所以没有这个作案动机 我刚才不是来过吗 警察办案 这是能不能走能走 能不能走 没事 我还调查 这个梁思海有个儿子 叫梁泽昊 两年前刚刚刑板释放 我也根据老民警们了解到 十年前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恰巧就是咱家刑具 十年前 嗯 那这梁泽昊现在多大四十 现在 现在是二十八 犯的什么 巨状强奸少女 就是哥 你也别来回看了 刚才我从她的同事那儿了解到 她得有一个多月没 没来呀 我也是来的 我查人 梁泽昊 对 手机 手机帮 谁谁手机 来 唐优啊 对 优优 美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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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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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事辛苦一下啊 你得帮我查个个号号 哎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警察办案跟你没关系 我去看看 哎 对了 这个 梁梁梁梁梁梁梁浩 平时有没有看报纸的习惯 每天的绿天日报都会给他放桌上 但他从来不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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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好事 一件坏事 你这话有事说事 梁泽昊的手机开机了 在城湾宾馆往期三公里左右的空地上 太好了 但是 怎么了 好 这个空地紧紧挨着梁字号的码头 他们可能要逃跑 嗯 喂 唐瑶 这对嘛啊 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对啊 还就一学校啊 那的 好 县外景 慈海公司 董事长 杨先生 讲话 杰哥 我 刚才我发现明后提给三辆护士了 好 好 行 我多读点专业的书啊 没错 他得跟着我的情况啊 我现在脑子乱 看了后面望着前面 记不住跟得了失忆症似 嗯 嗯 那 哪段被捕下来 拿夹子夹子的手背在背 忘了呢就夹一下 多少都能记起来一些 真挺好啊 真得跟完美身照似的 典型的失忆症刺激疗法 很多人由于脑部受伤 或者心理打击 患上了失忆症 其实 你失去的记忆并没有丢失 只不过是掌管那部分记忆的脑细胞 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如果经受相同的刺激 比如 相同的场景 或者 从视觉 味觉等感官上 重新激发脑细胞 就有可能恢复记忆 你这属于中毒啊 嗯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 这本书里具有 他能不能够换个大锅呢 就这个吧 来 使劲 嗯 嗯 我 有了 我 我 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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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